净空法师的老师方东美先生曾经对法师讲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学佛就是要学习如何将经教中的道理 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见解 把经教中的教会和境界 变成我们实际的生活行为 为我们而受用 然后经就是我 我就是经 何为一体 此为契入 此一入就入了诸佛菩萨的境界了 因为诸佛菩萨如是 我意如是 佛菩萨硬化在世间教化众生 是真正的成就 如果来到世间 教化众生没有成就 岂不是白来啊 我们相信佛菩萨有圆满的智慧 有圆满的德相 肯定是有成就的人 成就的多少不一定 成就的大小也不一定 这就是善道大师所说的 总在欲缘不同